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四五道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公园里面片发它 把所有你的东西全部丢掉 从零开始 慈续公职 励志传承 闭露蓝驴 点燃复兴的希望之光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2008人的太极拳表演 整齐画意 动如潮水 静若磐石 震撼了意外观众 被誉为开幕式上 最能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 太极拳 中国的传统拳术 是极富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 2006年 太极拳被列入中国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太极拳就是根据易经的原理 那么把它演化成一种拳术 使其防身 修身 养生 为一体的一种体育运动 我们说太极拳是武学 是哲学 是医学 是艺术 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和发展 传统太极拳 门派众多 各派相互借鉴 既有传承关系 也各有特色 成百花齐放之态 太极拳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传统国序 什么动静 顺利 开合 营养 钢楼 通满了辩正的事情 清末河北丸县人孙禄唐自幼库外武术 师从李奎源学行义拳 继而师从成廷华学八卦杖 后又师从郝维珍习练太极拳 孙禄唐功力深厚 在近代武林中素有天下第一手之称 1918年孙禄唐将太极拳 行义拳 八卦杖 三家河野一炉融会贯通 创编了小巧清零 运转开合相接的太极拳新套路 自成一家 人称孙氏太极拳 从广义来讲 我们说太极拳全身内外上下无处不开合 但是孙氏太极拳它有个动作叫开合手 胸开胯开内外全开 我们其他太极拳价值要求很低 孙氏太极拳的波它是135度高架 而且是活步叫进步比根 退步比侧像走路一样 古城镇江 镇山滨江素有城市山林之称 1928年7月 江苏省省会迁到镇江 江苏省国术馆也随之搬迁至镇江阳鹏山北五省会馆内 1928年起 孙禄唐担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 开始在镇江教授孙氏太极拳 镇江因此成为孙氏武学重要发源地之一 霍培林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他数十年如一日传承推广孙氏太极拳 在他的带动下如今镇江席练孙氏太极拳的爱好者有数千人 镇江也成为孙氏武学再度兴盛之地 好 今年73岁的霍培林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 自幼酷爱武术 霍培林接触的第一个拳种就是太极拳 当时没有老师 五六年出来以后啊 是国家推广的这个太极拳 那么有什么版本呢 挂图 24次太极拳挂图 这是挂图练太极拳 霍培林练拳成吃 一练就是20年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已经是镇江减速机场厂长的霍培林 每天仍然是全部离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镇江当地著名的武师 张作玉 我在工厂当厂长的时候的一个销售员 他给镇江的一个武师家 张作玉先生 相当于邻居 张作玉老师呢 是河南省故事馆的教官 他不轻易受教权 由于这层关系 那么他愿意接纳我 这样呢 我才开始正式地步入了 武术的这个行列 跟随张作玉习武的日子里 霍培林系统地学习了 少林拳 行义拳 八卦拳 这也为霍培林日后进一步深造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这个门率很多 真正拧不过来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这还有工作 没有时间 每天早晨至少是两个小时 能天 天刚亮 就到了其余场 在路上吃个早饭上班 每天两个小时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各家拳术 霍培林开始在全国便房武术名家 不分门牌 在拳礼和训练方法上受益匪险 到我成家 住了一个星期 那是很困难的 没车子也不通 跑到那里天都黑了 谁都不认识 但是成家后的这些老婆 非常不认识 什么都教 推手 我们小时候怎么练功 老人怎么教的 自己打给我看 叫了儿子打给我看 成春雷 领给我看 包括其他的各家特技学 河南 河北 山西行医学 我都骗法 七八年 吴老师年龄很大 他给我讲到了孙氏腾 在这个期间 我在上海古旧书店 得到了一本太阶全学 一看孙氏太极拳 回来以后 夺这个拳 都不懂 看不懂拳谱 对于五吃 霍培林来说 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 霍培林按下决心 必须要深入学习 孙氏太极拳 因为孙氏太极拳 是我们镇江的地域文化 江苏省跟其他五大 太极群种 一概没有关系 当时在北京的后人 因为孙晨州 我的师父七七年去世了 那么现在在世的 他的子女 孙建云 还在北京 那我就下去去找他了 孙建云 孙露堂的女儿 孙氏太极拳第二代掌门人 孙建云七岁开始 习练孙氏太极拳 得到父亲的真传 同时也继承了 父亲的尚武精神 1931年 孙建云跟随父亲 在江苏省国术馆任教 1957年 被聘为 中国武术表演赛 国家名誉裁盘 1980年 当时担任 镇江市武术协会会长的霍培林 只身一人赶到北京 寻找孙建云 但是 偌大的北京城 找人 犹如大海捞针一般 这个信息 不跟现在这个鬼一样 电话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近两年的时间 二十次我到北京 在公园里面片方他 找不到的 最后还是我的一个师兄提醒 听说这个孙英他会画画 我找到了北京最好的 勇保在国家里 找到一个老先生 我说 请问 你知不知道 一个孙建云先生 他会画画 他会打孙子特权的 他说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只知道他住在西丹 终于呢 捕捉了一个位置 霍培林走遍西丹的大小胡同 挨家挨户敲门问询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西隆县胡同五十四号 找到了孙建云的家 也许是因为在镇江生活多年的缘故 孙建云和霍培林一见如故 在那个太极拳尚未普及的年代 一位数十年独自坚守孙世武学的茂蝶老人 一个痴迷于武学的年轻后生 就这样结下了一段武学的缘分 他说 我没有什么功夫 我二哥的功夫比我好 就孙生州现场 但是呢 我可以把孙世路下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 念的好不好是你的事 他并且后来加了一句话 叫天下只有无敌的功夫 没有无敌的拳数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看我找到他一两年 我能不记他的话吗 打一套拳嘛 看看 一个我的这个马太区 还有一个三十六种太区 念我了一个秦老师指点 他说念的还不错 但是有一条跟你说一下 你怎么老跟自己较劲啊 老跟自己较劲 这个你们的文章就很大了 是吧 孙世太极拳 将行义拳的内外合一 和八卦掌的动静合一 兼容并去 以六合 九要为规矩 以中和为核心 进步必根 退步必随 每左右转身 以开合相接 动作敏捷 圆活紧凑 犹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 孙剑云的亲身示范 让霍佩林毛色顿开 他叫我抓住他的手 你看我画了一下 你都拿那些 我都拿那些 你抓紧了 他轻轻化就化掉 把所有你的东西全部丢掉 从零开始 从症状 从每个动作开始 他给我什么讲 培林跟人说 你理了我比较有千里之外 你记住 我只讲一遍 然后 你找机会再来问 这叫问道 1984年 镇江市孙世全研究会成立 孙剑云也正式开门收图 霍佩林成为他的第一批徒弟 随后的十几年里 在那个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 霍佩林开始了镇江和北京 两座城市之间的持续奔波之旅 十几年就是他过来 他过来的时候 我过到北京都多 多了以后就住在机下室里面 哪有些呢 这些小女工这么好啊 没有的 又长又臭 白天比如办一电视 马上就回来 坐下来就是贪圈 没有其他的话 听老师讲故事 老先生的故事 我跟你讲 先父是怎么说的 他是怎么练的 今天毫无保留的告诉你 有多少人能知道 我知道 九岁跟他父亲寸步不离 霍佩林 朝夕不断的练习孙氏三拳三剑 潜心研究孙路堂先生 拳道合一的武学思想 把习练孙氏台积拳 作为修身养身的重要手段 形成了对孙氏武学 权力 权论的独到见解 成为孙氏台积拳 第三代传人中 等之无愧的佼佼者 这座二层古建筑 是镇江培林孙氏武学研究院的所在地 也是霍佩林个人出资建立的 全国第一个孙氏台积拳文化传播基地 现如今 霍佩林在国内外 已成立了47个传承基地 入门弟子近300人 这两个数字的背后 是霍佩林前前后后近30年的付出 他为什么要在我身上下一点功夫呢 就是为了镇江是他的家 是孙氏特技学的重要发展 镇江必须起来 我跟他起过似乎 孙氏武学作为一门有着深厚渊源 和发展脉络的全法派系 是先辈一流的宝贵财产 也是镇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佩林意识到 必须要把个推广壮大 1995年 霍佩林决定辞掉公职 专心致力于孙氏武学的推广 在这个当中 他也掉了区里面 当外经委主任了 在这个时候 在关键的时候 他一起丢掉了公职 家人的反对并没有动摇 霍佩林的决心 他决定把传承发展孙氏武学 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辞职以后 霍佩林开始在全国各地 传播孙氏太极拳 组织建立完整的传承体系 很困难 哪来的孙氏太极拳啊 寻国嘎基哪有孙氏太极拳啊 我就到处拥有 寻国嘎基到处跑 早上到公园 怎么去也不是多个人 你能念啊 很困难 就是想把这个气势把它推动上 实行我是老师的愿望 所以说我一生呢 就做四个字团结发展 记得了个门口派的五十家 到镇江来 那一定要有经济来源 那家庭的反对是受不了的 一直是坚持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他牺牲了很多的东西 2011年 在霍佩林的积极推动下 孙氏太极拳成功列入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2年 霍佩林被评定为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孙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 并且首要担任 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 孙氏太极拳表演的总教练 这些成果让霍佩林看到了 孙氏物学复兴的希望 2012年 他开始个人出资建立 非移项目保护基地 镇江裴林孙氏武学研究院 没有资建 他最后把一套房子也买 这个呢 很大程度上 对家庭来的一个大力 肯定反对 家里都反对的 他也不是做生意 后来就选择了西京都这个厂 就是我自己没有工资 费用的情况下 20万元 才能把这个 就这样也坚持到89年 所以这个场所 对我们的这个孙氏物学 孙氏太极拳的存存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快点 现如今 霍培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 孙氏太极拳的优秀人才 入门弟子近300人 教学传承传播 数十万人次 他带领的团队 在历次太极拳大赛中 多次获得金银奖 这一项也成为发展孙氏武学 传承传播孙氏太极拳的重镇 师傅跟我讲 就是我们秀委 就是非要有门派之分 天下我们临时一家 真正是不理 我可以说师傅 用寒心如谷来形容他 我们在体育馆搞了一个 上万人的孙氏太极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影响 他经验也70多了 我们作为徒弟啊 我们也很关心师傅 就靠他一个人 真的不容易 2016年孙氏太极拳 入选江苏省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全道合一修身养德 霍培林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传承 兑现了对师傅许夏的蒸蒸誓言 我今年73岁 打算再干五年到十年 看看经历怎么样 经历好再干五年到十年 我永远不会经过 就算了 我们就可以了 夹起来 每天都往十年 地政策 简单